与华为业务合作美议员批评谷歌,非常短视,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San、Marco Rubio 6月21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美国国会五位跨党派议员 6月20日,联名致函谷歌首席执行官皮产伊斯雲德尔Picher要求谷歌重新考虑 与中国大陆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业务合作关系 发起联名信之一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San、Marco Rubio RFL批评谷歌公司,短视他们只对短期赚钱盈利有兴趣 因为扩展新市场能有好的季度回报卢比奥 6月21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答,其他未来问题让别人去操心 就好这真的很短视,发起联名信的五位议员 除了卢比奥议员之外,还包括共和党籍的科顿参议员 San、Tom Cotton、RR康威众议员 Rip、Mike康威、RTX谢尼众议员 Rip、Liz Cheney、RWay 以及民主党籍的鲁珀斯、伯格众议员Rip、Bach Reposberger、DMD、鲁比奥议员说 这些不顾美国国会再三提醒,仍继续愿意与中国通讯商展开合作的公司 其实也都知道这些国家安全问题,但企业所做出来的,估算不同他们只在意盈利 而国安考量,或是国家长期发展,则不是他们首要目标 令国会议员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 不久前谷歌宣布决定停止与美国国防部一项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合作项目 名为Project Maven 议员在联名信中说 我们遗憾谷歌不希望延续军方与科技公司富有成效的合作传统 令我们更加失望的是,谷歌显然更愿意支持共产党中国大陆,而不是美国军队 他们想要取得市场准入,那是个庞大的市场 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 我理解为什么企业都想要进入中国大陆 但如果那是个自由,不受限的市场,那没有问题 不过那不是那市场是有限的 还有知识产权,窃取和技术转让的问题 这是很短视的议员们,还在信中说 国会正在考虑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多项法案 应对华为对美国的威胁称 未来几个月联邦政府可能会进一步采取措施 保护美国的电信网络 不说华为等公司的威胁此前 联邦政府和情报部门针对华为与中共政府的联系表达过忧虑 并提醒美国的电信业者要提防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大陆电信公司带来的安全隐患 谷歌发言人法维尔针对国会议员们的联署信 发表一份声明说 跟许多美国公司一样 我们跟包括华为在内的世界各地几十家制造商达成了协议 但我们不会为他们提供特别通道接触谷歌用户的资料 本月稍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来自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沃纳参议员 也致涵谷歌目公司Alphabet及其他科技公司 询问他们与中国大陆厂商之间 是否存在任何信息分享的协议 感谢观看